我是六四真相發言人 在過去數星期 我們以不同街站的形式 以電視招待會 去發佈關於六四 過去25年被支聯會刻意隱瞞的真相 這些真相足以證明 支聯會就是過去25年 以你騙人 你騙錢你破壞的手法 去門遍學生 門遍聽到市民 支聯會說 八九年六四 天安門發生了學生 發生了官人屠殺學生事件 但是根據西班牙 加拿大的攝影隊 加上侯德建 他的親身聚信 足以證明 天安門並會有發生學生留學事件 而發生的地點 並不是在天安門廣場 其實是在這個目標地 和牆開的大 而相亡的人數 亦都並沒有 支聯會所講的數千人之多 2025年以來 支聯會每一年都求款 這些錢究竟去哪裏呢 他們有沒有公開在支援會的人 交代呢 他們有沒有向香港市民交代呢 我們雖然不斷發放關於六四的 被 刻意隱瞞的資料 但是很不幸地 支聯會 並沒有糾正他們的錯誤 近些數星期 他們變本加厲 即同教協 舉辦 房單 主持的舞台劇 他們希望將這個六四的舞台劇 在中學循環演出 究竟他們的目的何在呢 支聯會和教協 他們是否想令到中學成為一個反國家的經理呢 教協 是否要把國家仇恨種子 永遠總席要學生呢 學校 或者是學教校 或者是學校的校長 他們究竟有沒有 背離 得天不止的教育理念呢 學校照顧舞台劇演出之前 究竟有沒有跟家長商量 有沒有跟家長溝通 有沒有跟家長溝通 有沒有跟家長的認同呢 六四舞台劇 究竟它是不是以編概全 他們的目的 是否為了這些多學生洗腦呢 六四舞台劇 究竟是否真是根據傳統的史實去演出呢 而接受演出的學校 究竟他們有甚麼措施去揮發這個六四舞台劇 的確是不合史實 而沒有目導的成分呢 而六四舞台劇 是否正如教協所講 是否真是不合作為教育的定義 而不是為了將同政治目的 而欲蓋離章呢 正如我們所謂的 都不合作為教育的定義 大家不妨問自己 今時中有教育 究竟是一個教育組織 或是一個政治組織 他們究竟有沒有為贏私養的資格 這套最新的台灣 買到這個之後 我能搞錯了你 那我看看是多少錢呢 如果大家過去有海生來拍照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幫大天生 他們穿著黑色的專書 上面寫著 不自回憶 不敢忘記 這兩句說話 我想試問 89年的時候 這套大天生出世了沒有呢 如果你出世 他們就如何不知六四的事實呢 如果你經歷過六四的事實 你也未出世 你如何回憶呢 回憶是說 你是要經歷過 你才會有回憶 你未經歷過 就何來回憶 第二點 不願忘記 你都不了解史實 你忘記什麼呢 你都未經歷過 全面了解六四的真相 這些不是叫做不願忘記 這些叫做逃避史實 為什麼大天生會有這種右亂的舉動呢 就是因為資料會在過去 25年不斷在學生洗腦 灌輸一些不正確的 不正確的六四信息 我們不希望這些事件 正在繼續在香港延續下去 我們希望不斷發掘更多的六四事實 更多的六四資料 讓市民重新認識 認知 重新評價八九年的六四事件